告不出钱 告不出钱 开销的 若不是生虎所迫 谁愿意背起行囊 带着妻儿老小离开家乡20年呢 这位大叔是哪里人 我们来听一下 安徽的 您来苏州多久了呀 我们来20多年了 您也20多年了 哦 那就想到现在是 定居苏州了 哦 对 您当时怎么来的呀 我们当时怎么来的啊 您当时怎么来的 我们坐大巴车来的吧 你知道我干什么是 住小宫 小宫来的时候 那个收入怎么样呀 收入搞不着钱 活过钱 活过嘴 活过嘴 开销的 这个房子一样 八七八七门钱 八千 九百块钱一个月 九百块 这个人一千多 这您坐的九百 哦 您是一个人吗 一家人在这里 一家人在这 喜欢上学吧 您是您的孩子还是 我的孩子 您的孩子哈 现在上几年级了 大啊 高啊 高二了 哦 那以后回去吗 不知道 不知道 这本来就是未知 对 能呆就呆着 对对 挺好 呆这的话 他各方面 教育各方面都比较好一些 对 挺好的 以后 等您退休的时候再回去 是吧 干不得可以回家了 不回家干嘛 那时候孩子也大了 对吧 贤大哥 祝您的身体健康 早日恢复 拜拜 看的过程中呢 相信您也有所感受 大叔呢 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所以呢 不管从事什么职业 不管有多困难 都一定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不知道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感想 欢迎大家点赞留言 请不吝点赞订阅